图书馆博家范哥之光前沿我们向圣恩AC 巴克提维丹塔 斯瓦米 怕不怕得的莲花族顶礼 他是国际魁师那知觉协会的创始人阿查尔亚 他将博家瓦潭的光明传递给了全世界 我们很高兴向他呈现这本他的崇高著作 博家范之光的出版物 在圣恩的所有著作中 这部作品也许是最独特的 他于1961年在温达文写成 是为了响应参加在日本举行的世界会议 培养人类精神大会的邀请 由于会议的大多数预会者来自东方 圣怕不怕得深入思考如何才能最好的呈现 是和东方人民的圣典博家瓦潭永恒的教义 最初的博家瓦潭写于五千多年前 是一部由一万八千节诗剧组成的剧著 与会者没有时间听完所有内容 因此他从原版中选择了一章来介绍 他选择的章节描述了温达文的秋季 即主魁师那显现的地方 圣怕不怕得知道东方人非常喜欢听到对自然的描述 而秋季对他们来说尤其吉祥 通过自然界的例子来展示精神哲学 最有利于他们的理解 对于每一种季节现象 都可以进行并行教学 例如秋雨季节的漆黑多云的夜晚 看不到星星 这与当今唯物主义 无神论的文明相比 博家泛智慧的明亮星星奉献者和经典 暂时被遮蔽 圣怕不怕得总共撰写了 四十八篇注释来配合本章的诗句 圣怕不怕得的计划是 会议的组织者应该找到一位 合格的东方艺术家来 为每节经文绘制插图 并写下指示 供艺术家设计美幅画 他希望这些画作极其附带的解释 能为预会者带来令人印象深刻的展示 如果可以的话 他希望能出版一本包含插图和文字的书 由于不幸的情况 圣怕不怕得无法出席会议 整个博家泛之光项目被推迟 事实上 在圣怕不怕得失踪时 博家瓦谈之光仍未出版 插图也尚未绘制 因此 完成这一伟大项目的任务 就交给了巴克提为单塔图书信托基金 该出版社致力于印刷 圣怕不怕得的所有书籍 特别是 这项工作被分配 给图书信托基金香港分部 因为圣怕不怕得特别为东方人 准备了这本书 经过一番寻找 我们有幸得到了著名艺术家李云生女士的帮助 仅凭她成熟的创作才华和敏感的笔触 就足以与怕不怕得对秋天的美丽描述相得益彰 因此 博家泛歌美丽灿烂的光芒现在可以照耀世界 本书分为两部分 以适应不同读者的口味 那些喜欢用诗意想象凝视的人会欣赏第一部分 其中包含李女士作品的美丽色彩复制品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了48幅画 尽管她年事已高 有时视力不佳 但细节却一丝不苟 毫无疑问 该系列代表了她作为现代中国伟大艺术家之一的长期杰出职业生涯的顶峰 她的工笔画风格与同时出现的圣怕不怕得的诗意描述 形成了世界上两个最古老的文化传统 印度和中国的独特融合 那些希望更深入地了解博家瓦塔之光哲学的读者可以翻阅本书的黑白部分 在那里 他们会找到圣怕不怕得写的完整评论 以及绘画的小型复制品 以帮助识别所描述的绘画 出版商文本一一 云的到来 伴随着漫天的雷鸣和闪电 提供了一幅给予生命希望的图画 天空被深蓝色的云层覆盖 看起来像是经过人工修饰的 云层中的雷电预示着新生活方式的希望 宁静的天空 无限广阔 与绝对真理相比较 生物体是与物质自然形态相关的真理 深蓝色的云彩只覆盖了无边无际的天空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而这种小部分的覆盖相当于无知的品质 或者是对生物真实本质的遗忘 生物体纯净如无边无际的天空 然而 由于它享受物质世界的倾向 它被健忘的阴云所笼罩 由于这种称为塔玛斯无名的品质 它认为自己与绝对整体不同 并忘记了自己的纯洁性 就像晴空一样 这种遗忘导致了虚假自我的分离主义 因此 健忘的生物体 无论是单独的还是集体的 都会发出雷鸣般的云彩般的声音 我就是这个 它是我们的 或者它是我的 这种虚假的分离主义情绪被称为Rajos品质 它产生了一种对塔玛斯模式的分离统治的创造力 闪电是唯一可以引导人们走上知识之路的希望之光 因此它被比作萨多Sedva或善良的形态 无边无际的天空 或者无所不在的绝对真理婆罗门 与天空被覆盖的部分没有什么不同 但同时整个天空又不同于容易被乌云覆盖的部分部分 云彩伴随着雷电 不可能覆盖无边无际的天空 因此 与整个天空相比 绝对真理既与显现的生物体合一 又与它不同 生物体只是绝对真理的一个样本 很容易被无知的环境云所覆盖 哲学家有两派 通常称为一元论者和二元论者 一元论者相信绝对真理和生物体的一体性 但二元论者相信生物体和绝对真理的独立身份 在这两类哲学家之上的是Azintayabipedatetva哲学 即同一性与差异性同时存在的真理 这一哲学是由主师瑞 柴坦尼亚 马哈帕布在解释《费谈多经》时提出的 费谈多是哲学解释的媒介 因此费谈多不能成为任何特定阶级哲学家的绝对财产 绝对真理的真诚寻求者被称为费谈多主义者 费陀的意思是知识 任何知识分支都被称为费陀知识的一部分 而Vedenta意味着所有知识分支的最终结论 正如哲学被称为所有科学中的科学一样 费谈多是所有哲学思辨的终极哲学 文本二二 太阳的灼热时海洋 河流 湖泊 水库的水蒸发 到处都没有水了 人们感到口渴 总是望着头顶下雨 但却感到绝望 然而就在适当的时候 大地开始倾盆大雨 甚至落在坚硬的石头上 土地被淹没了 福利国家以各种形式向公民征收巨额税收 所得税 销售税 土地税 码头税 消费税 关税以及许多其他税种 但到了适当的时候 当税收积累到一大笔钱时 他们就会以各种方式用于公民的福利 尽管如此 有时税收的好处会像雨一样 落在该州铁石心肠的人身上 他们无法正确使用这些钱 并为了感官满足而挥霍它 普通人认为雨水分布不均代表着大自然对我们罪恶行为的愤怒 这是有道理的 因此 为了公平分配国家征收的税收 公民必须保持诚实和道德 他们应该诚实地向国家纳税 并应该有诚实的代表来监督管理 在民主国家的现代体制中 公民没有理由抱怨 因为整个行政管理都是由人民自己进行的 如果人民本身不诚实 行政机构就一定腐败 尽管一个该死的民有政府可能会被赋予一个好听或好听的名字 但如果人民不好 那么无论哪个政党执政 都无法有好政府 因此 人民群众意识中的良好品质是良好政府和财富平均分配所必须的首要原则 在古代 国王们有理想的老师教授政治哲学课程 而各个村庄的公民则根据废陀法典 接受自我实现的原则 以提高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水平 因此 公民在交往中具有上帝意识和诚实 而国王则对国家的福利负责 当今的民主政府也接受同样的基本原则 因为不负责任的人民政党总是被选下台 必须让位于负责任的政党已建立更好的政府 宇宙行政机构只有一方 由上帝的仆人组成 各个星球的负责神灵 按照至尊主的命令维护宇宙法则 但人民却因自己的愚蠢而受苦 那是什么愚蠢的事 博家梵歌中说 人们应该举行祭祀 即为满足至尊主而进行的牺牲 至尊是无所不在的 因此 人们必须学会举行火寨来满足 无所不在的至尊真理 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祭祀 在当今钢铁工业时代 推荐的是启发大众心灵 以获得什么的意识的祭祀 这个祭祀过程被称为桑克伊尔坦祭祀 Sakratana Yajau 或者是唤起人类失去的灵性意识的集体鼓动 一旦通过灵性的歌舞 燕音来开展这项运动 人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变得顺从和诚实 服从是第一纪律 人们违背了上帝的律法 因此与水和财富都没有平均分配 一个最终不听话的人 不可能有什么好的资格 当不听话的领导人 领导不听话的人民时 整个政府的气氛就被污染了 充满了危险 就像一个盲人领导几个盲人一样 因此 国家税收应该用于建设人民的整体素质 这将为国家公民带来幸福 正文33 在天空中的电力的吸引和强风的推动下 云逐渐覆盖地球表面 未有需要的人们提供水 这是他们生命的物质 云彩赐予人类与水 是主的人词 他总是仁慈的对待有需要的生物 我们应该永远知道上帝对我们总是仁慈的 尽管我们严重违背了上帝自然的法则 但主仍然仁慈地照顾我们的生活 水是我们维持生命最重要的物品之一 因为没有水我们就无法生产粮食 也无法解渴 许多其他目的也需要大量的水 因此 主在地球四分之三的地方保存了水 并使其变咸以保存它 咸水不会分解 这是天意的安排 主利用强大的太阳来蒸发向地球 这样的行星上的水 并将其蒸留成云中的清水 然后将其储存在山峰上 就像我们将水储存在 头顶的水箱中 以供以后分配一样 部分储存的水被冷冻成冰 这样它就不会无缘无故地淹没地球 冰全年逐渐融化 流进大河 又滑入大海保存 因此 上帝的自然法则既不是盲目的 也不是偶然的 正如知识匮乏的人所得出的结论 自然法则的背后是上帝活生生的大脑 就像国家所有法律背后 总有一位立法者一样 我们是否看到普通法背后的立法者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承认有一位立法者 如果没有一只活生生的手 物质永远不可能自动运转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在自然法则背后 有上帝这个至高无上的生物的存在 主在博家范歌中说 大自然在他的监督下运转 自然只是一种力量 而力量的背后是一个发电厂和一个大脑 就像电力的背后有一个电力发电厂 一切都是由常驻工程师的大脑来指挥的 由于至高无上的强大上帝的监督 物质自然运转得如此良好 而且不是盲目的 在废陀赞美师Atharva Veda中也证实了同样的事情 一切自然法则只有在上帝的监督下才能进行 主在最需要的时候 以雨水的形式将他的怜悯散布在焦土上 当我们几乎因缺水而濒临死亡时 他供应雨水 神无疑是仁慈的 但他会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赐予我们怜悯 这是因为我们一得到这种怜悯就忘记了神 因此 如果我们想避免痛苦 就应该时刻记住上帝的怜悯 尽管上面已经描述了遗忘的状态 但我们永远与他相关 博家范哥确认自然法则是严格的 因为他们是通过三种不同的模式来执行的 但臣服于主的人很容易克服自然的严格性 正文四四 大雨过后 四面八方的田野和森林显得翠绿健康 因此 他们就像一个为了某种物质利益 而经历了严格的苦行 并达到目的的人 因为这样的人坚强 热心 英俊 雨季的利益只是暂时的表现 他看起来很令人愉快 但我们必须记住他不会持久 同样 有些人为了一些物质利益而经历严厉的苦行 但理智的人会避免这种情况 为了一时的利益而采取严厉的紧缩政策 纯粹是浪费时间和精力 物质的的与世是根据每个特定身体的形成而注定的 生命有八百四十万种 每一种身体都注定要根据其特定的形成而享受和受苦 富家之子的身体享受和痛苦 与穷人的儿子不同 人的责任是获得永久的幸福和永生 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为了最终的收获 我们才应该进行各种苦修和苦行 这种最终的收获有可能在人类生命形式中实现 当一个人摆脱了幸福的物质来源时 永久的幸福是可能的 因为物质束缚的持续意味着三重痛苦的持续 人的生命就是为了结束这些苦难 我们不应该像石令花草那样美丽 在雨季盛开 在冬天却枯萎 背头顶上的无明云才所活跃 并享受短暂的绿色景象 这根本不是可取的 一个人应该努力生活在无边无际 阳光明媚 月光灿烂的天空中 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 永恒的自由 完整的知识和幸福的氛围是 一个开悟的灵魂的内心渴望 我们应该进行各种苦修和苦行 以获得永久的幸福源泉 正文五五 雨季的傍晚 四周七黑一片 看不到地平线上闪烁的星星 也看不到一轮明月 它们被云层覆盖 在开阔的天空中 没有发光体的情况下 微不足道的萤火虫变得很突出 正如一年之内有季节变化一样 显化宇宙世界的持续时间 也有年龄的变化 这些不断变化的时代被称为Ugas或时期 正如自然有三种形态一样 也有这三种形态所支配的各个时代 善良形态主导的时期称为Satire Uga 激情时期称为Tread Uga 激情与无知混合的时期称为Depera Uga 黑暗与无知时期最后一个时期 是称为KaliUga或争吵的时代 卡利这个词的意思是争吵 卡利年代被比作雨季 因为在这个潮湿的季节里 人们会经历许多生活困难 在卡利年代缺乏适当的指导 傍晚时分 人们可以从星星和月亮那里得到指引 但在雨季 指引之光却来自微不足道的萤火虫 生命中真正的光明是伟达之史 博家范哥确认沸陀境的目的是 认识全能的人格守神 但在这个争论的时代 甚至在神性存在的问题上 也存在争论 在争吵时代的无神文明中 存在着无数的宗教团体 他们试图将神从宗教中驱逐出去 萤火虫想要在没有太阳和星星的情况下 脱颖而出 而这些遵循各种宗教观念的小团体 就像萤火虫试图在无知的大众眼前脱颖而出 现在 人们在没有伟达文献权威的情况下 追随许多自制的化身 并且一个化身群体与另一个化身群体之间 经常存在竞争 伟达知识是从灵性导师 通过弟子传承链而来的传统 而知识必须通过这个链条而毫无偏差的获得 在当今这个争吵不断的时代 锁链到处都被打破了 因此废陀经现在被未经授权的 没有悟性的人所解释 所谓的废陀经追随者否认上帝的存在 就像在多云的夜晚的黑暗中萤火虫 否认月亮和星星的存在一样 理智的人不应该被这种无良之人伏击 博家梵歌是所有伟达知识的总结 因为它是由将伟达知识传授给宇宙中 第一个造物不如阿玛辛中的同一位人格守神所说的 圣典博家瓦坛是专门为指导这个 被无知阴云笼罩的时代的人们而讲的 文本66 听到倾盆大雨的声音 青蛙从山洞里出来并开始吟唱 就像梵天按照灵性导师的命令 吟诵伟达赞美诗一样 在这个无神闻名的时代 世界公认的信仰上帝的宗教教派的圣人 必须走出隐居 向广大人民传播上帝的科学 及最高意志 印度教徒 穆斯林 基督徒 以及其他坚信上帝权威的教派成员 现在绝不能袖手旁观 静静地看着无神闻名的快速发展 上帝的至高旨意是存在的 如果不接受这一重要真理 任何国家或社会都无法生活在和平与繁荣之中 警告已经存在 负责任的教派领袖必须聚集在一起 形成至尊主奉献者联盟的共同平台 自我实现的灵魂不需要生活在僻静的地方 完美的自觉灵魂 致力于为至尊主服务 不惧怕玛雅 正如守法的国家公民 从不惧怕警察一样 这些无谓的上帝奉献者 总是以科学的方式谈论上帝的存在 甚至冒着死亡的危险 上帝的这些奉献者对大众抱有同情心 他们完全忘记了至尊主 错误地追求幸福 结果却像猪狗一样享受感官快乐 文本717 5月和6月期间几乎干涸的小溪 现在开始泛滥成灾 就像爆发户突然超出了支出限度 人们应该从大海和溪流中学习重力 尽管有许多河流将水注入大海 但大海始终在其界限之内 同样 一个人应该正确使用生命的资产 而不是为了没有永久价值的目的而浪费他们 不受控制 感性的人会玩弄身体的资产并积累财富 但身体的力量应该用于自我实现 而不是用于感官享乐 人类有两种气质 有些人是内省的 有些人是奢侈的 那些奢侈的人迷恋现象美的外在特征 而没有洞察整个表现 他们实际上处于沉睡状态 无法进行内省 因此他们无法从人类身体的资产中 获得任何永久的价值 但培养了内省的人却像大海一样严肃 那些奢侈的人在睡眠中是平静而安静的 而这些严肃的人则充分利用了人类生命形 虽然身体的受性倾向应该尽量减少 但那些奢侈的人却暂时在物质享受中泛滥 然而 一旦生命的雨季结束 他们就会变得像干涸的河床一样干燥 生命是为了正确的原因 或者说是永远存在的 在物质世界中 没有什么是固定的或永恒的 但物质世界的廉价交易 可以用于最好的目的 专注于奢侈的头脑是 一笔不划算的交易 但一个人可以通过内省来 充分利用头脑 文本88 新长出的青草的绿意 季节性的花朵 青蛙的伞 蝴蝶和羽迹的其他杂色 完美地代表了一个富裕家庭 对个人资产的虚荣心 富人以各种丰富多彩的方式 展示自己的富裕 她有一栋很好的住宅平房 有足够的财产和一个修剪 整齐的花园 简易别墅装饰有最新的家具和地毯 这里有闪闪发光的汽车 还有接收和播放丰富多彩的新闻 和悠扬歌曲的收音机 所有这些都让他们的主人着迷 仿佛置身于自己创造的梦境中 当一个人像修耕地一样干燥 没有这些富裕时 他的行为平淡无奇 但自从获得了这一切物质享受后 他就忘记了世间一切如季节变化 一样来去的原则 句号 美丽的红铺和太基灵是杀甲汉建造的 他早已离开了这个地方 许多其他人也像季节性的花朵一样 在同一个地方来来去去 物质资产就像石令鲜花一样 要么花朵枯萎 要么园丁自己离开 这是自然法则 因此 如果我们想要永久的生命 知识和幸福 我们必须在其他地方寻找它们 而不是再多变的 暂时的雨季 雨季充满了各种各样的 令人愉悦的景色 但随着季节的结束而消失 事物的物质表现只是现实的影子表现 它们被比作沙漠中的海市渗楼 沙漠里没有水 雨季却在沙漠里追寻虚幻的水 以解干渴的心 水并不是虚幻的 只是我们寻找它的地方是物导性的 物质文明的进步就像沙漠中的海市渗楼 路在沙漠中全速追逐水 而水的幻象也已与雨季相同的速度前进 水不假 但我们绝不能在沙漠中寻找水 一个生物体通过它过去的经验 既得它最初的精神存在的真正幸福 但由于它忘记了自己 它在物质中寻求精神的或永久的幸福 尽管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文本九九 一片绿油油的稻田 让贫苦农民的心生机勃勃 却让靠剥削贫苦农民为生的资本家脸色暗淡 有了好语 农民的农业生意兴隆 农业是最高贵的职业 它使社会幸福 富裕 健康 诚实 精神进步 以实现死后更美好的生活 外下群体 或者说商业阶级 从事这一职业 在博家饭歌中 外下被描述为自然农业家 奶牛保护者和一般商人 当主魁师纳在温达文化身时 他很高兴成为这样一个外下家庭的挚爱儿子 南达 马哈如阿加是奶牛的伟大保护者 圣克里希纳勋爵作为南达 马哈如阿加最心爱的儿子 常常在临近的森林里 照料他父亲的牲畜 克里希纳勋爵想通过他的个人榜样 教导我们保护奶牛的价值 据说南达 马哈如阿加拥有90万头牛 在圣克里希纳勋爵时代 大约5000年前 这片被称为温达文的土地 充满了牛奶和黄油 因此 上帝对人类的恩赐职业 就是农业和奶牛保护 贸易只是为了将剩余产品 运输到产品匮乏的地方 但是 当商人变得过于贪婪和伪物主义时 他们就会采取大规模的商业和工业 并引诱贫穷的农民到不卫生的工业城镇 错误的希望能赚更多的钱 实业家和资本家不希望农民留在家里满足于他的农产品 当农民满足于粮食丰收的时候 资本家的心情就变得阴沉起来 但现实是 人类必须依赖农业 靠农产品生存 没有人能在大铁厂里生产稻米和小麦 实业家到村民那里购买他的工厂 无法生产的粮食 贫穷的农民从资本家那里获得预付款 并以较低的价格出售他的产品 因此 当粮食生产充足时 农民的经济实力就会增强 而资本家就会因为无法剥削而感到沮丧 文本实时 正如生物体通过为哈里勋爵提供服务而获得超然有吸引力的形态一样 所有陆地和水中的居民都通过利用新落下的水而呈现出美丽的形态 我们与国际魁师纳知觉协会的学生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 在成为学生之前 他们虽然有着天生励志的五官 但相貌却很脏 但由于没有魁师纳知觉的信息 他们显得非常肮脏和可怜 自从他们接受了魁师纳知觉后 他们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改善 并且通过遵守规则和规定 他们的身体光泽也增强了 当他们穿着藏红花色的衣服 额头上戴着提拉卡 手上和脖子上都挂着珠子时 他们看起来就像直接来自外昆塔 水里的居民有鱼 青蛙等 陆地上的居民有牛 鹿等 不断地喝雨季的新鲜雨水 洗澡 疲惫干渴的动物们顿时神清气爽 面色光彩 因为新雨水的到来 他们的身体焕发了活力 新雨水的倾盆而下 使湖泊 池塘 河流得到净化和生机 变得最美丽 同样 至尊主的奉献者利用维达文献中 对神的超然描述的美丽和令人振奋的 倾盆大雨 发现他的灵性意识充满活力和焕然一新 这样他的灵体就变得非常美丽 正文十一十一 雨季 江河水涨 奔向大海 风吹浪打 大海显得波涛汹涌 同样 如果一个从事神秘于家过程的人 在精神生活上不是很先进 他就会受到自然模式的影响 从而会受到性冲动的激动 一个专注于灵性知识的人 不会被美女形式的物质自然的诱惑 和她们交往中所享受的性快感所吸引 然而 灵性知识修养尚不成熟的人 随时可能被暂时幸福的幻觉所吸引 就像雨季时的湍急河流和狂风 吹动海洋一样 因此 将自己固定在一位真正的灵性导师上帝的代表的莲花 祖下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一个人就不会被性冲动所迷惑 证文十二十二 山巒虽然在雨季 遭受倾盆大雨的袭击 却并未动摇 正如那些现身于超然人格手绳的人 即使遭受巨大不幸的困扰 也绝不会受到干扰 因为一个灵性进步的人将生命中的任何逆境都视为至尊主的怜悯 所以他完全有资格进入灵性王国 即使一个人愿意为至尊主做奉爱服务 他有时也可能因生活中的事件而患病 贫穷或失望 至尊主的真正奉献者 总是认为这些痛苦是由于过去的罪恶活动造成的 因此他不会受到干扰 耐心地等待至尊主的人词 这些奉献者就像高山 即使在雨季遭受猛烈的倾盆大雨袭击 他们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相反 这些奉献者在精神启蒙中保持谦虚 他们摆脱了骄傲和嫉妒 很容易获得至尊主的仁慈并回家 回到守神身边 正文1313 在雨季 一些道路不常使用 并且长满了长草 因此很难看清道路 同样 在这个时代 不如阿玛纳也没有正确的研究超然经典 由于时间的影响 经文实际上已经丢失 并且变得很难理解或遵循他们 遮蔽的道路就像一个不如阿玛纳 他不习惯学习和实践 维达戒律的改革实践 他被长长的幻草所覆盖 在这种情况下 他忘记了自己的本质 也忘记了自己对至尊 人格守神永恒服务的地位 由于玛雅所创造的长草季节性 过度生长而偏离了方向 一个人将自己等同于自然的虚幻产物 并屈服于幻觉 忘记了自己的精神生活 正文十四十四 闪电的友谊变得不稳定 即使是全世界的朋友 无法在任何一朵云中保持忠诚 就像精力旺盛的女人 即使在拥有优秀品质的男人身边 也无法保持稳定一样 在雨季 闪电出现在一组云中 然后立即出现在另一组云中 这种现象就好比一个 精力旺盛的女人 不专心于一个男人 云比喻有资格的人 因为她降下雨水 养育许多人 一个有资格的人同样 可以养活许多生物 例如家庭成员或许多商业工人 不幸的是 她的一生都被一个 与她离婚的妻子打乱了 丈夫扰乱 则全家败坏 子女离散 或生意倒闭 一切都受到影响 因此 建议渴望在魁师纳知觉中进步的 女性与丈夫和平的生活 夫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分开 丈夫和妻子应该控制性欲 将注意力集中在魁师纳知觉上 这样他们的生活才会成功 毕竟 在物质世界里 男人需要女人 女人也需要男人 当他们结合在一起时 他们应该平静地生活在魁师纳知觉中 而不应该焦躁不安 就像闪电一样 从一组云闪到另一组云 正文十五十五 乌云密布的天空中 雷声中出现了一条没有绳子的彩虹 它的出现与至尊人格守神 或他的仆人在物质气氛中的出现相比较 梵语单词挂的意思是质量或模式 以及绳子或绳索 当雨季出现彩虹时 人们观察到他就像一张没有古纳瓜或绳子的弓 同样 人格守神或他的超然仆人的出现 与物质自然的姿态无关 超越性的现象外观不受物质自然品质的影响 因此他就像一张没有闲的弓 超然的至尊主永远是超然的存在 知识和极乐的形式 物质能量在他的善意之下运作 因此他永远不会受到物质自然属性的影响 当他在物质的互动中出现在我们面前时 他总是不受影响 就像一条没有绳子的彩虹 凭借不可思议的能量 知尊主可以像彩虹一样出现和消失 彩虹的出现和消失不受雷霆 轰鸣和阴天的影响 主永远是大中最大 小中最小的 众生是他的组成部分 是微小中最小的 而它是绝对真理 至尊人格守什么的伟大中最大的 正文十六十六 夜晚 借着月光的安晦 可以看到天上的云朵在移动 然而 月球本身似乎也在移动 就像一个生物 由于对物质的错误认同而显得 在移动一样 雨季的夜晚 移动的云彩反射着月光 使月亮显得在移动 这就是所谓的幻觉 灵魂或生物 是物质身体一切活动的根源 但由于幻觉 灵魂仍然被粗糙和微妙的物质身体所覆盖 这样受制约的灵魂就会与物质身体认同 并受到虚假自我意识的影响 这种虚假的自我迫使生物体将它的物质身体视为它的自我 将身体的后代视为它的孩子 并将身体诞生的土地视为崇拜的对象 因此 生物体的民族主义观念是另一种无名 由于无知 众生将自己认同于它出生的土地 并随着民族观念的错误观念而行动 然而事实上 生物不属于任何民族或生命物种 它与身体无关 正如月亮与移动的云无关一样 月亮远离云层 固定在自己的轨道上 但幻觉却呈现出月亮似乎在移动的景象 众生不应该带着短暂身体的错误观念而漂浮 它必须始终知道自己是超越身体身份的 这就是知识之路 完整的知识将生命体固定在精神活动的轨道上 精神的生命力本质上总是活跃的 由于幻象 它的活动被错误的引导到与身体的关系上 但在完全知识的解脱状态下 它的活动是在精神奉献中进行的 解放并不意味着停止活动 它意味着净化虚幻的活动 并超越与粗糙和微妙身体的关系 正文十七 十七 当云彩出现在天空中时 孔雀开始狂喜地跳舞 就像真诚的灵魂因圣人出现在他的家中而充满喜悦一样 圣人和圣人的职责就是挨家挨户的传授灵性知识 家庭生活就像一口黑井 在黑暗的井里 青蛙看不到开阔天空的自由光 家庭生活的黑井会杀死灵魂 因此 一个人应该摆脱他 这样他才能看到属灵异象的光 圣人和圣贤仁慈的试图将堕落的灵魂 从家庭生活的黑暗景中提升出来 因此 开明的居士会高兴看到这些圣贤出现在他的家里 居士的心是受制约的灵魂 总是被物质生活的三重痛苦所困扰 每个人都希望在家庭生活中快乐 但自然法则不允许人在物质存在中变得快乐 这就像一场自发的森林火灾 在卡利时代 如前所述 人们普遍不再对圣人和圣人的存在感到高兴 也不再对精神启蒙感兴趣 然而 圣人和圣贤们冒着一切风险传播守神的信息 主耶稣基督 塔库拉 哈里达萨 主尼提亚南达 帕布和许多这样的圣人冒着生命危险传播守神的信息 自我实现的圣人和圣贤 为了广大人民的精神 启蒙而冒着这样的风险 他们发誓保持沉默 并不是为了从无知的大众那里赢得廉价的荣耀 只有当他的奉献者冒着各种风险来传播他的荣耀时 上帝才会感到满意 这样的奉献者不惧怕穿越无知海洋的艰难旅程 他们总是为堕落灵魂的福祉忧心忡忡 这些灵魂沉迷于物质生活的虚假享受 忘记了自己与上帝的永恒关系 圣贤们有责任启发堕落的灵魂 而居士也有责任热情地接待圣贤们 就像孔雀在天空中的云彩 面前欣喜若狂的翩翩起舞一样 物质主义者所经历的三重痛苦之火 只能靠圣贤的慈悲之云来扑灭 圣贤们可以倾注超然的信息之水 来结束在家人的痛苦 文本十八十八 许多在四月和五月期间 几乎死去的植物和攀原植物 现在以各种形式再次可现 因为它们的根部在潮湿的土壤中得到滋养 这些无数的植物和攀原植物就像那些 为了一些物质利益而在严厉的苦行中干涸的人 但随后实现了它们的目标 并在感官享受的滋养下变得奢侈肥胖 博家梵歌中说 当梵天的白天结束时 宇宙中显现的造物全部消失 而在梵天之夜结束后 造物又再次显现 因此 宇宙创造物 无论是显现还是不显现 都类似于在雨季出现 并在雨季结束时 逐渐消失的爬行物和植物 即使植物和爬珊瑚不再可见 它们的种子仍然存在 这些休眠的种子与水接触就会结果 同样 被主宰物质自然的欲望所支配的 种子般的精神火花 在宇宙显现湮灭后 也处于休眠状态 当宇宙显现重新出现时 物质自然子宫内所有沉默的生物 都出来享受感官享受 从而变得奢侈的肥胖 为了获得解脱 一个人必须彻底 净化不正当的欲望 生命体无法消灭欲望 而人为的消除欲望的行为 比活跃的欲望本身更危险 所有的欲望都应该被改革并指向精神活动 否则 这些相同的欲望就会反复地 以不同形式的物质享受来表现出来 从而使生物永远处于物质的束缚之中 正文1919 一只鹤站在池塘边 池塘边总是受到流水 泥土和石头的干扰 鹤就像一个居士 在自己家的庇护所里感到不安 但由于太多的执着 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位置 受制约的灵魂健忘的居士生活 是一口扼杀灵魂的暗井 这是主的著名奉献者圣帕拉德 马哈如阿家的观点 一个自我实现的灵魂 从来不建议对 壁炉和家庭有太多的依恋 因此 人的寿命应该有系统的划分 第一个阶段称为 Bramakaria Asram 或童年时期的生活秩序 此时 未来的男人接受人生最终目标的训练 下一个阶段是 Gastha Asram 在这个阶段中 人接受训练已进入超越 然后是Vanaprestha Asram 即出家生活的初级阶段 推荐的最后一个阶段是 Saniyasa Saniyasa秩序 或者是放弃生命的秩序 通过这种方式 人们接受了一个渐进的精神活动过程 以达到解脱的最终目标 不幸的是 由于缺乏足够的人文精神修养 没有人愿意放弃居家生活 尽管它充满了针刺和泥土 而那些在泥泞的家庭生活中 过分执着的人 就像站在河边的鹤 尽管那里有种种不便 但仍能获得某种感官享受 我们应该永远记住 社会 友谊 只是真实社会 友谊和爱的影子 在神的国度里得到回报 物质存在的受制约的生命中 我们并没有石箱 但由于我们的无名 我们执着于海市蜃楼 社会 友谊和爱情的观念一点也不假 但我们寻找它的地方是假的 我们必须放弃这种错误立场 面对现实 这应该是人生的目标 也是修养人的精神的结果 不幸的是 由于缺乏这种精神的充分培养 物质至上的人总是固守 在这个错误的地方 尽管它有种种动荡 据说男人到了五十 就应该放弃家庭生活的秩序 但在这个愚昧的时代 连老人都想恢复身体机能 戴上假牙 假装年轻 甚至在死亡边缘 尤其是像鹤一样的政客 过于执着于职位和等级的虚假威望 因此他们总是寻求连任 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 这些都是没有文化的生活的一些症状 文本二十二十 猛烈的暴雨冲破了稻田的稻谷和阁墙 这些干扰类似于 废陀经标准原则的 季节性反对者所造成的干扰 他们受到卡利时代的影响 最初 自我实现的道路是 由废陀经的标准方向建立的 圣维亚萨戴瓦将原始废陀 分为四个部分 即萨玛SMA 阿达瓦阿沙沃 古志和叶柔 然后 他将相同的废陀经 分为十八个 网式书补充和摩赫婆罗多 然后同一位作者 再次将它们总结为 废坛多经 所有这些 维达文献的目的是 认识到一个人的自我是一个灵性存在 永远与至尊人格守神 最具吸引力的形象 圣克里希纳相关 但所有这些不同的废陀文献 都因卡利时代的冲击 而被系统的扭曲 正如稻田的围墙和河岸 因大雨的冲击而扭曲一样 歪曲的攻击是由 无神论哲学家提出的 他们只关心吃 喝 快乐和享受 这些无神论者都反对 天气经典 因为这些人密切关注感官 享乐和粗俗的物质主义 还有一些人 不相信生命的永恒 他们中的一些人提出 生命最终会被消灭 只有物质能量是守恒的 其他人不太关心物理定律 但不相信任何超出 他们经验的东西 还有一些人将精神 与物质等同起来 并宣称他们之间的区别 是虚幻的 毫无疑问 从各个角度来看 《废陀经》都是 最受认可的知识书籍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废陀之道》受到了卡尔瓦卡 佛陀 罗汉 卡皮拉 帕坦加利 商卡拉 外卡拉纳 摘米尼 尼亚亚卡 外摄西卡 萨古尼主义者 经验主义者 帕苏帕塔 萨瓦斯 萨古纳 萨瓦斯等哲学家的攻击 梵天 压利安人和许多其他人非废陀投机者的名单 每天都在增长 不受限制 废陀经之道并不符合任何缺乏与神的永恒关系 对神的奉爱服务 以及对神的超然之爱的顶峰的原则 正文2121 风把云带到地球的不同地方 云分配于水 让广大人民满意 就像富有的国王和商人在宗教牧师的启发下分配他们积累的财富一样 正如已经解释过的 社会的四个阶层 即人类的智慧阶级不如阿门 统治阶级查垂亚 商业阶级外下和劳动阶级守陀罗 旨在实现人生目标之一 自我实现 或人类精神的培养 聪明的不如阿玛纳阶级要激励 查垂亚和外下进行精神修养的祭祀 因此不如阿玛纳 查垂亚和外下的合作会提升普通人民或普通劳动阶级的水平 一旦社会中四类人之间的合作停止 精神文化的基本原则被忽视 人类的社会结构就变成了动物生活的第二版 其基础是饮食、睡眠、恐惧和交配的倾向 句号 智者有责任影响富裕群体的成员 差地立和外下 为精神文化做出牺牲 只有这样 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才能得到很好的缓解 在这个卡利时代 当轻微的意见分歧导致争吵 甚至达到骚乱的程度时 聪明人不如阿玛纳就有责任 无私地激励富裕的人们为此目的做出牺牲 在此建议 知识阶层的人本身不应试图成为查垂亚或外下 也不应从事其他各种阶层的职业 相反 不如阿玛纳应该简单地引导他们进行精神修炼 就像风带着云到其他地方浇水一样 风本身并不承担浇水的责任 社会上最聪明的人是为精神文化服务 而牺牲一切的圣贤 他们的职责是走遍人类社会 激励其成员通过牺牲自己的言语 金钱 智力和生命来从事精神文化活动 这应该成为人类生活的主题 才能使其取得圆满成功 一个没有精神文化品味的社会 就是一团熊熊的烈火 每个人都在这烈火之中 永远承受着三重的痛苦 就像云浇水浇灭森林中的熊熊大火一样 作为社会精神导师的聪明人 也通过传播精神知识和激励 社会富裕阶层帮助解决苦难的熊熊大火 原因 例如 崇拜的寺庙是由妇人建造的 这些寺庙的目的是向普通人进行精神教育 定期举行的精神仪式是为了激发灵感 而不是为了剥削 如果现在因为卡利时代而存在缺陷 就应该纠正他们 但必须保存这些机构 证文22-22 雨季结束后 温达文森林里的树木和灌木丛中 长满了成熟的果实 如枣子和黑莓 主圣奎施纳和他的哥哥 圣巴拉戴瓦 以及附近的其他木童在奶牛的陪伴下 进入美丽的森林 与他永恒的朋友们一起享受超然的消遣 主师瑞奎施纳 至尊人格守神 曾经带着他的私人随从在用具中出现 只是为了吸引物质世界中受制约的灵魂 虽然物质世界只是精神世界的一个影子 但被物质禁锢的生物 却以一种被物质执着所扭曲的形式 在这里寻求精神的快乐 缺乏知识的经验哲学家 想象出一幅非个人化的精神图景 但是 精神生物较少被精神解放的非人格形式所吸引 而变得更加被物质形式所吸引 并且对精神解放变得无望 因此 出于无限无缘的仁慈 绝对人格守神从灵性王国降临 并在灵性天空中 魁师纳洛卡星球的复制品温达文 展示他个人的逍遥时光 温达文是这个宇宙中最神圣的地方 寻求通过进入神国实现灵性解放的人们 可以在温达文安家 并成为六位哥斯瓦米的认真学生 他们受到主师瑞柴坦亚 马哈帕布的教导 六位哥斯瓦米以圣卢帕哥斯瓦米为首 其次是圣萨纳塔纳 圣巴塔拉古纳塔 圣吉瓦 圣格帕拉巴塔和圣拉古纳塔达萨哥斯瓦米 他们都认真的致力于研究和挖掘 温达文达玛的奥秘 主师瑞奎施纳 至尊人格神手 大约5000年前出现在温达文 而他在温达文出现的遗迹 却从视野中消失了 但是 主师瑞 柴坦尼亚 马哈帕布 也就是以伟大奉献者的形式 出现的主师瑞 奎施纳 出现在西孟加拉邦的纳瓦德维帕地区 挖掘了主师瑞 奎施纳超然逍遥时光的圣地 他只是上述六位哥斯瓦米 撰写关于温达文崇拜的权威文献 任何渴望了解至尊主的认真学生 都可以利用这些宝贵的文献和权威学者的指导 从而了解温达文主 圣奎施纳 人格守神 正文2323 森林里跟随主的奶牛 因为他们沉重的 充满牛奶的乳房而行动缓慢 但当主教出他们的具体名字时 他们立刻警觉起来 当他们急忙奔向主时 因着对主的喜爱 他们的奶袋一出来 把奶倒在地上 从Bramasamhip等经典中可以了解到 在至尊主的灵性居所中 房屋是用世金石建造的 树木都是欲望树 在那里 至尊主习惯于照料成千上万的 Methanus 能够无限量供应牛奶的奶牛 所有的房屋 树木和牛在本质上 与至尊主没有什么不同 至尊主和他灵性居所中的用具 在品质上是同一的 尽管为了至尊主的喜悦 而有所不同 在物质世界中 我们也有各种享受生活的用具 但由于所有这些用具 都是由物质构成的 所以最终都是可摧毁的 在属灵的天空中 有同样种类的快乐 但他们都是为主而设的 在那里 唯有至尊主是至高无上的 享受者和受益者 所有其他人都由至尊主享受 那里有各种各样的仆人 侍奉主 主人和仆人都是同样的品质 当至尊主降临温达文时 他展现了这种灵性的多样性 我们可以知道 至尊主带着他的私人随从 牛群 木桐和木桐降临 他们都是至尊主 为了自己的灵性 而进行的扩展 乐趣 因此 当主呼唤时 牛群就会充满喜悦的情感 就像孩子哭泣时 母亲的乳房会溢满牛奶一样 我们所有的生物都是至尊主的不同扩展 但我们对至尊主的感情 却被淹没在我们内心 人为的被无知的物质品质所覆盖 灵性文化的目的是 复兴生物体对主的这种自然情感 安全火柴中已经含有其火成分 只需轻微摩擦即可点燃 照样 我们对逐天然的感情 也必须借着一点文化才能恢复 具体来说 我们必须以纯净的心接受主的信息 为了获得灵性的证悟 一个人必须净化心灵 并以真实的视角认识事物 一旦这样做 人的自然情感就开始流向至尊主 随着这股感情的进展 人在与至尊主的各种关系中 变得越来越自我实现 至尊主是所有生物的情感中心 所有生物都是它的组成部分 当对至尊主的自然情感之流 被模仿至尊主的欲望所堵塞时 我们就被称为处于玛雅 玛雅或幻觉中 玛雅没有实质的存在 但只要它的幻觉持续存在 就会感受到它们的反应 主以无缘无故的仁慈展现生命的真相 使我们的幻觉的已完全消散 正文2424 当至尊主进入温达文森林时 森林里所有的居民 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 都热切地欢迎他 他看到森林里的花朵都盛开了 欣喜若狂地哭泣着 蜂蜜从花瓣上流淌下来 山石上的瀑布潺潺流淌 附近的山洞里传来悦耳的声音 主拥有多种多样的能量 因此主和他的能量是相同的 在他的各种能量中 物质能量是其中之一 博家梵歌中说 物质能量的质量低于精神能量 精神能量是优越的 因为如果不与精神能量接触 物质能量本身就无法产生任何东西 但所有能量的源泉是 极具吸引力的人格守神 施瑞奎施纳 这个物质世界是物质和精神的结合体 但精神世界 距离物质天空很远很远 是纯粹的精神 与物质没有任何联系 在精神世界里 一切都是精神 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点 人格守神是所有能量的原始源泉 能够将精神转化为物质 将物质转化为精神 对他来说 物质和精神没有区别 因此他被称为卡瓦利亚 在主圣魁师纳的超然逍遥时光中 他以精神而非物质来回报 当他在凡间时 物质品质无法在他身上发生作用 电工知道如何从电力中获取工作 在电的帮助下 他可以将水变成冷或热 同样 人格守神可以通过他不可思议的力量 将物质转化为精神 将精神转化为物质 因此 一切都因全能者的恩典 而成为物质和精神 尽管对于普通生物来说 物质和精神之间存在差异 花、瀑布、树、果、山、洞、鸟、兽、人 无非是神的能量的组合 因此 当人格守神出现在他们面前时 他们都变得有灵性倾向 并本能地想要以各种能力侍奉全能者 物质的精神发展有不同的阶段 在物质世界中 人格守神的灵性火花 被不同比例的物质能量覆盖 并逐渐在各种生命物种中灵性化 人类的生命形式代表了感官的完全发展 以实现一个人对至尊主的原始感情的灵性实现 因此 如果尽管我们有这个人生的机会 但我们仍无法恢复对主的天然感情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在白白浪费生命 然而 靠着至尊主的恩典 每一种生命的灵性意识都能占据其适当的位置 这些物种都能在桑塔如阿萨中 表达他们对至尊主的灵性情感 正如土地 水 山巒 在人格守神主圣魁师 那临在期间 温达文的树木 水果和花朵 正文2525 主回报了温达文森林居民的感情 下雨的时候 主就躲在树下或山洞里 和他永恒的伙伴木童一起品尝不同水果的味道 他和他们一起玩 和他们坐在一起 和他们一起吃水果 与上帝合而为一并不总是表明 生物体融入了主的存在 与神合一意味着获得一个人最初的精神品质 除非一个人达到了自己的精神品质 否则就无法进入神的国度 非人格神学派的成员 通过河水与海水混合的例子 来解释他们的一体性观念 但我们应该知道 海水中还有生物 它们并不融入水的存在 而是保持各自的身份 在水中享受生活 它们与水合而为一 因为它们已经达到了 在水中的生活质量 同样 精神世界也并非没有其独立的用具 生物体可以在灵性王国中 保持其独立的灵性身份 并与至高无上的灵性存在 人格守神一起享受生活 在温达文 所有的灵性实体 木童 木牛女 森林 树木 山丘 水 水果 奶牛和所有其他 都与主魁师那一起享受灵性生活 它们既与主合一 又与主不同 但最终它们是不同品种的一员 正文2626 至尊主与主巴拉代瓦 和其他牧童一起享受时光 有时还与它们坐在同一块石板上 它们坐着吃简单的食物 如米饭 木豆 蔬菜 面包和宁乳 这些食物都是它们从家里带来的 并在友好的交流中分享 在博家饭歌中 主表示愿意接受奉献者 以前诚知情向他献上的水果 花朵 叶子和水 主可以吃任何东西 因为一切都只是他自己能量的转化 但当涉及向主奉献什么东西时 奉献物必须在主所吩咐的食物范围内 我们不能向主献上他没有吩咐的东西 除了大米 木豆 小麦 蔬菜 牛奶和牛奶制品 以及糖等优质食品外 无法向人格守神施瑞葵师那提供任何东西 在加甘纳特普里 Gigantha Pearl中 主被供奉了这样的食物 在所有经典中 到处都提到了同样的食物 主从不饿 也不需要任何食物来填饱空腹 他本身是完整的 然而 他总是仁慈地吃着他的奉献者 以真诚的感情所提供的食物 木童们从家里带来了简单的食物 而一直受到成百上千 幸运女神侍奉的至尊主总是很高兴 从他的奉献者朋友那里 接受这些简单的食物 至尊主的所有亲属都只是他的奉献者 他们作为朋友 父母和爱人处于不同的超然境界 主通过接受处于不同等级的 如阿萨的不同等级奉献者的服务 而获得超然的快乐 这些超然的如阿萨被扭曲的反映在物质氛围中 因此 精神生物仅仅出于无知 徒劳地在物质中寻求同样的极乐 正文二十七二十七 一场大雨过后 牲畜的牧场上长满了绿色的牧场 公牛和母牛都心满意足地坐在草地上 由于奶袋装满了 奶牛和他们的小牛似乎厌倦了吃草 奶牛和小牛安静地休息 反除 反除 奶牛的保护和牧场是社会和人民福祉的基本需求之一 人体所需的动物脂肪可以很好的从牛奶中获取 牛奶对人类能源非常重要 社会的经济发展依赖于充足的粮食 充足的牛奶以及这些产品的充足运输和分配 圣克里希纳勋爵以他个人的榜样教导我们保护奶牛的重要性 这不仅适用于印度的气候 也适用于全宇宙的所有人类 不太聪明的人低估了牛奶的价值 牛奶也称为Gorosor 或来自牛体的汁液 牛奶是哥拉萨最有价值的形式 从牛奶中我们可以制备许多重要且有价值的食物来维持人体 人类社会对牛的杀戮是最严重的自杀政策之一 急于培养人文精神的人必须首先将注意力转向保护牛的问题 如果我们真要培养社会的人文精神 就必须有一流的智者来引导社会 要发展我们的大脑的精细组织 就必须从牛奶中吸收为生素 奉献者崇拜圣主魁师那 称他为不如阿玛纳和奶牛的祝福者 最聪明的一类人 完全获得了灵性价值的知识 被称为不如阿玛纳 如果没有这些一流人士的指导 任何社会都无法提高超然知识 没有精细的脑组织 任何大脑都无法吸收微妙的知识形式 对于如此重要的脑组织 我们需要足够量的牛奶和奶制品 最终 我们需要保护奶牛 以便从这种重要动物中获得最大利益 因此 保护牛不仅是一种宗教情感 也是确保人类社会最高利益的一种手段 证文2828 雨季过后的美丽景色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包括万音之音圣魁师那 我们应该永远欣赏至尊主的创造力 美丽的自然 尽管是物质性的 因此是短暂的 但总是充满了创造者的荣耀 有一群哲学家谴责物质创造是错误的 他们说婆罗门是真理 但创造物是虚假的 不是很好 暂时的创造也是一个相对的真理 事实上 它是永恒创造的暂时图景 健忘的灵魂没有关于灵性创造的信息 即所谓的Santanatma 但是暂时的创造给出了这个原始创造的想法 因此 至尊主的奉献者通过利用暂时的创造 来为至尊主服务 从而充分利用了这个糟糕的交易 一切事物都以不同的能量从至尊主那里散发出来 因此一切事物都应该只为它服务 即使是暂时的事物一旦为它服务 它们也会具有永久的价值 这种为至尊主服务的过程就是圣贤所说的Sikit System 即良好的对待 如果我们因喝牛奶而出现胃部不适 医生会以酸奶的形式开出同样的牛奶 而酸奶只不过是经过处理的牛奶 同样 物质世界的暂时创造 无疑充满了痛苦 但当我们接受它与至尊主的关系时 整个事物就变得像酸奶一样受到善呆 在完全的上帝意识中 接受的一切都有其精神价值 并且由于全能者的安典 随着精神意识程度的增加 其物质影响会减少 这就是培养人文精神的过程 证文2929 语计就这样结束了 秋天开始了 天空中不再有云彩 所有的水库都变得清澈见底 风也不再强劲 主奎师那和他的哥哥 主巴拉戴瓦在这个吉祥的季节住在温达文 当天空没有任何云彩时 被覆盖的天空部分和从未被覆盖的天空部分 之间就不再有任何区别 同样地 当生物体现在被物质自然形态所覆盖时 摆脱了无知 激情和所谓的善良 它就与绝对真理合而为一 这种一体性被称为Mokti 即摆脱物质生活痛苦的自由 有五种不同的Mokti 非人格神主义者更愿意融入超验的存在 但人格神主义者或奉献者不会消灭他们的个性 因此至尊主的奉献者在灵性天空的行星上 各自享受灵性的多样性 物质天空也是灵性天空 但它被物质自然形态所覆盖 这种物质自然也是至尊主的暂时创造 正如云视太阳的创造一样 当物质形态的云雾被清除时 物质自然就被消灭了 有两种生物体 即受制约的生物体和纯粹的生物体 物质自然是为受制约的生物体而创造的 受制约的灵魂被放入其中 成为纯粹、无制约的灵魂 那些因奉献服务而不受限制的人 进入永恒的神国 而那些失去机会的人 则在休眠的物质条件中腐烂 有时表现出来 有时不表现出来 圣主魁师那降临 要夺回受制约的灵魂 文字三十三十 秋天 所有的水库都长满了荷花 浑水再次变得清澈和装饰 就像堕落 受制约的灵魂在奉献服务中 再次变得灵性丰富一样 我们不应该对物质存在的泥泞生活感到失望 因为一旦我们自愿为至尊主做奉爱服务 我们的整个生活就会变得清澈 就像秋天的水一样 缺乏与上帝的关系 我们的生活是贫瘠的 但一旦通过精神联谊 或人类精神的培养 清除了浑浊的思想 物质生活的三重痛苦 就会立即清除 因此 知识的莲花逐渐结出果实 而这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迎来了超然的极乐 整个精神过程在技术上被称为瑜伽 或与至尊联系 它就像一个长楼梯 向上的台阶被不同的指定为规范的工作 超然的知识 神秘的力量 以及最终的奉爱瑜伽或奉献服务 巴克提瑜伽是纯粹的 不掺杂的 完全超越所有的预备步骤 当至尊主降临温达文时 这种对至尊主的纯粹奉爱服务 就在温达文展现出来 因此温达文 牧牛姑娘所展现的瑜伽 是对手神最高的纯粹的爱 是奉爱瑜伽的完美 要达到牧牛姑娘 所表现出的爱的阶段 是非常困难的 但对于严重受制约的灵魂来说 这个阶段是可以达到的 不幸的是 廉价的新手展示了 牧牛姑娘的超然狂喜 将她们带到了世俗层面 进行变态的表现 从而通过这些不受欢迎的漫画位 通往地域扫清了道路 然而 认真学习瑜伽的学生会认真练习 从而达到巴克提瑜伽的最高完美 正如博家范哥6.47中所述 正文3131 秋天的四个显着特征是 天上没有水 雨季长出的杂草全部枯萎 泥泞的道路和田野干涸 池塘的水变得清澈见底 秋天气氛的这四个特征 被比喻为生命的四种秩序 在Varsurama系统中 学生去导师的灵堂 向他学习并为他服务 即使是作为仆人 当学生获得关于与人格守神 施瑞奎师那的关系的超然之事时 他的烦恼立刻就会减轻 正如秋天天空中的白云 不再承载水的负担一样 学生发现 如果学生在老师的恩典下 获得了灵性知识 那么为老师打水的麻烦 就变成了一件轻松的工作 毫无限制的生育孩子的家庭主妇 就像雨季的野草一样 一旦达到奉献服务的阶段 就会变得孤独 无神闻名的计划生育 无法遏制杂草般的多余人口 人们应该学会通过自愿克制 来控制性生活 当一个人专注于为主的服务时 这种自愿的克制是可能的 这在博家犯歌中得到了证实 地位优越的至尊主奉献者 会避免物质感官享受 因为他们被超然的美丽所吸引 通过计划生育或类似的人为手段 进行强制约束 不可能长期有效 一个人一定会被超越性所吸引 一旦获得高品质的精神享受 就可以放弃低品质的享受 因此 当一个人智力于人文精神的培养时 计划生育就会成功 自愿避免清洁自己 并允许胡须和指甲生长的瓦纳普拉斯塔 在为主服务时不再感到这些负担的不适 最重要的是 发誓不进行性生活的托波僧 在专注于为主的超然服务时 不再感到性冲动 因此 在所有四个灵性秩序和四个社会生活等级中 对至尊主的奉爱服务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没有这种关系 瓦尔纳和阿斯拉玛的所有规范原则 都将成为繁重的职责 就像在卡利时代一样 当规范原则失去目标时 瓦尔纳Virus就成为一种种性制度 而阿斯拉玛Sramas则成为各种店主的生意 当前社会制度的所有这些反常现象 只能通过培养人类精神来为至尊主做奉爱服务而得到改善 正文三十二三十二 美丽的白云 摆脱了所有配水的负担 漂浮在半空中 就像摆脱了所有家庭责任的托波僧 只要一个人执着于所谓家庭负担的责任 他就总是对家庭开支充满牵挂和焦虑 Virus系统所设计的社会生活的四个秩序是非常科学和合作的 在学生生活中 人们被教导人类生命形式的基本原理 进入居士生活的人可以履行家庭男人的职责 因为他已经在犯行中接受了这项工作的培训 五十岁之后 居士就退出家庭生活 为桑牙生的生活做准备 居士有责任供养所有其他三个阿斯如阿玛的成员 吉布如阿玛查理 瓦纳普拉斯塔和萨尼亚西 这样 每一位社会成员都有机会退休 去接受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 而居士们也不会忽视任何一个人 禁遇者 瓦纳普拉斯塔和萨尼亚西 都将他们的必需品削减到最低限度 因此没有人会吝惜维持他们的生活必需品 然而 在卡利年代 整个系统已经彻底混乱 学生以牺牲父亲或岳父为代价 过着奢侈的生活 当受过教育 放纵的学生凭借大学学位成为家庭主妇时 他会想方设法的需要金钱 来满足各种身体舒适 因此他甚至不会为所谓的瓦纳普拉斯塔和桑亚西 节省一分钱 如今的瓦纳普拉斯塔和桑亚西是那些家庭生活不成功的人 因此 所谓的托波僧试图以托波僧的名义建造另一个家 并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过上各种奢侈生活 因此 所有这些瓦尔纳和阿斯拉玛现在都变成了许多超然的骗局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现实 不要因为遇到了假币就断定没有好钱 萨尼亚萨阿斯拉玛意味着从所有焦虑中完全解脱 他意味着提升那些融入物质主义的堕落灵魂 但是 除非桑亚西像白云一样摆脱所有的忧虑和焦虑 否则他很难为社会做任何好事 正文3333 森林里的山丘上有瀑布流淌 但有时却没有水流出来 所以瀑布不像普通的降雨 他们被比作伟大的改革家 根据时间的需要发言或不发言 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宗教传教士 其中一位称为专业传道人 另一位称为阿查里亚 职业传道人就像天上的降雨 而阿查尔亚就像瀑布 伯加瓦潭和罗摩掩纳中的专业商人 将根据经文中吸引观众世俗感官的部分进行演讲 例如 专业的伯加瓦潭背诵者通常会谈 伦如阿萨利拉RosaLL的主题 这对于外行来说似乎与普通男人和女人的交往类似 因此 专业朗诵者从他们所谓的崇拜者那里赚钱 但阿查尔亚绝不会向大众谈论 如阿萨利拉 伯加瓦潭的如阿萨利拉章节是经典中最机密的部分 他们是为灵性证悟的高级学生准备的 伯加瓦潭有十二篇 如阿萨利拉在第十篇 因此 在阅读第十篇之前 伯加瓦潭试图让他相信绝对真理的超然本质 除非一个人掌握了至尊人格守神的灵性地位 否则他肯定会把他当作一个普通人来接受 从而通过许多不受欢迎的活动来冒犯他的莲花族 阿查尔亚 是熟知经典并根据弟子理解和提升灵性证悟的能力来教导弟子的人 所以他有时说话 有时不说话 守神的神圣信息必须从自觉的灵魂那里接收 而不是从职业人士那里接收 虽然雨水和瀑布是一样的 但是瀑布的水却和普通的雨水有着不同的效果 人们不应该接受专业人士的信息 就像人们不应该接受蛇舌头接触过的牛奶一样 牛奶虽好 但一被蛇碰就有毒了 因此 阿查尔亚并不是像专业送进者那样 为历史图的订单供应者 正文3434 雨季时 小水塘会积聚起来 到了秋天 它们就会逐渐干涸 在那些小水池里玩耍的小生物们并不知道 它们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 很快就会结束 因此 它们就像愚蠢的人一样 不顾自己的死期临近 而全神贯注于所谓的家庭生活的享受 愚蠢的政客太执着于家庭生活 一个大政治家意味着一个大家庭男人 一个普通的顾家男人 依恋于有限的妻儿家庭 但大政客却将同样的家庭感情 延伸到更广泛的圈子 从而受到虚假的威望 荣誉和私利的束缚 政治家永远不会退出政坛 即使他担任过许多令人垂涎的职位 例如部长或总统 他年纪越大 就越执着于自己虚假的威望 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 他也认为没有他一切都会被破坏 他是如此愚蠢 以至于他没有看到许多其他与他想法相同的政治家 来了又去 没有他们的得失 这些大大小小的家庭男人 就像池水中的小鱼 在秋天逐渐干涸 他们之所以愚蠢 是因为他们认为对家人的依恋 即使在生命的尽头 也能保护他们免受死亡残酷之手的伤害 正如已经提到的 人类的生活必须分为四个组成部分 学生生活 居士生活 预备生活和奉献为主服务的生活 人到了50岁 就必须退出各种大大小小的家庭生活 为来世做准备 这就是人类文化的进程 护主可以从服务中获得养老金 以便他们能够过上更高的文化生活 但愚蠢的人连这笔养老金都不愿意接受 却想人为的延长自己的寿命 这些愚蠢的人应该从干涸的水池中吸取教训 并且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知道生命是永恒的 甚至在死后仍会继续 只有身体发生了变化 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 一个聪明的人应该小心地知道自己将被授予什么样的身体 因此他必须为在其他星球上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 即使他不愿意回到守神 正文3535 当小池的水因秋日的炎热而变得太热时 可怜的小生物和他们的许多家庭成员就受苦了 因为贫穷的家庭成员太多了 他们遭受了经济压力 但仍然无法生存 由于不受控制的感官而生孩子 人类的生命是为了控制感官 因为不受控制的感官是物质束缚的原因 但对于愚人来说 感官享受才是生命活动的关键 所有的男人在一年中的任何季节 都日夜不停地从事着艰苦的劳作 只是为了与他们的伴侣获得感官上的快乐 这些愚蠢的生物不知道其他的享受 特别是在无神文明中 以文化和哲学的名义 接受的感官愉悦是一切 沉迷于这种快乐的人被称为魁帕纳 当魁师纳生太多孩子时 他们会遭受家庭生活的酷热 然后类似的领袖就会建议他们进行计划生育 这种计划生育的理念是 感官愉悦不应受到限制 而应通过人为措施来实现劫狱 这种劫狱方法被称为 即杀死胚胎中的孩子 这种杀戮是一种罪恶的行为 在天启经典中 为那些犯下这种罪恶的人 指定了一个特定的地狱 精神文化意味着追求更好的生活 当一个男人投入到这样的文化生活中时 交配的欲望就会自动减弱 不受控制的家庭生活的痛苦 也无虚人为的手段就能减轻 因此一个人应该关注人类精神的培养 因为这将逐渐保护他 免受各种挫折 并将他提升到更高的生命地位 在与世界的个人接触中 获得真正和永恒的享受 人格守神 圣魁师那 正文3636 随着秋天的到来 潮湿的土地和泥泞的地方开始干涸 绿色的植被开始褪色 这种干涸和褪色就像亲和力 和自我的错误感逐渐消失 人类精神培养的进步 必然导致物质主义自我的逐渐消失 灵魂被无知 激情和所谓的善良所覆盖 认为自己就是一切 并被错误的自我意识所覆盖 因此 他错误地将灵魂与身体等同起来 他的身体与物质事物的关系 成为他吸引的对象 这种对物质的错误认同和吸引力 随着人类精神培养的成功 而逐渐枯竭和消失 这就是如此高修为的效果 精神文化的进步带来虚假自我 和物质吸引力的瓦解 培养人类精神的最终目标是 认识上帝并沉浮于上帝 充分认识他无所不在的本质 当一个解脱的灵魂如此沉浮于 无所不在的神性的莲花族时 无知的海洋对他来说变得微不足道 就像牛犊小蹄印中的水一样 他立刻就有资格晋升灵界 与物质世界的苦土无关 因此 人类精神的培养不仅仅是对物质异常的调整 这是准备自己晋升到精神王国的过程 物质生活的痛苦无人能够调节 但精神文化却可以使人摆脱 这种悲惨生活的影响 作为一个例子 人们可以饮用干椰子的状况 干燥的椰子果肉会自动与其外皮分离 同样 外皮 或者灵魂的粗糙和微妙的物质附格物 会自动与灵魂分离 然后灵魂就可以存在于精神存在中 即使表面上是在干燥的皮肤内 这种摆脱错误的自我意识的自由 被称为灵魂的解放 正文三十七三十七 随着秋季的到来 波涛汹涌的大海变得风平浪静 就像一位悟道后的哲学家 不再受自然规律的困扰 自我证悟的结果是欲望和色欲风暴的停止 它们是无名和激情形态的产物 风暴的停止并不意味着海洋变得不活跃 当风暴平息后 航行工作即可顺利进行 根据印度航海制度 海边有一个仪式 称为椰子日 椰子日 人们向大海献上一颗椰子 因为大海变得平静 从那天起 海船就始向外国 自然的三种模式将人类活动 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 一个是外在的 另一个是内省的 只要一个人受到无名和情欲形态的支配 他的外在就会活跃于欲望和色欲 沉迷于欲望和色欲的男人 被称为阿修罗 他们总是追逐女人和金钱 为了妇女和金钱 阿修罗们利用一切经济发展的源泉 由于这种阿修斯文明 整个人类社会变得如同惊涛骇浪 没有一丝和平与繁荣 过多的外部世界观会导致一种规模过大 困难重重的工业和贸易 被称为agra karma agra这个词的意思是困难或困难 Karma的意思是任务 艰苦卓绝的工业事业的发展 始终阻碍着人文精神的进步培育 社会的阿修罗领袖永远不会放弃这种淫荡的事业 除非被自然法则杀死 对他们来说 不存在退休或培养人文精神的问题 但善良形态的人具有内省的思想 在为生存而进行的规范性斗争之后 他们在高龄退休 并把时间花在培养人类精神上 根据Varsurama原则 在不考虑其他情况的情况下 50岁之后就必须退休 无论工作平衡如何 业务办公室都会在固定时间关闭 同样 51岁之后必须退出活跃的外在生活 致力于人类精神的内省修养 这种退休必须是强制的 让渔公门部再扰乱精神文化的和平进步 在现代民主政府中 50岁以后就不应当选 否则 无知之海的风暴就无法停止 无法让船只使回守神 人类社会进步精神文化的最大敌人 是政党的老化石 他们自己是盲目的 并试图领导其他盲目的人 他们给和平的人类社会带来灾难 年轻一代的成员并不像老政客那么愚蠢 因此根据州法律 愚蠢的老政客必须在50岁时退出 活跃的生活 证文3838 雨季过后 农民们开始重建稻田的隔离墙 以节约用水 就像于家世试图利用他们保存下来的能量来实现自我一样 生物体是绝对人格神守的边缘能量 它可以将其保存的能量消耗在外部或内部 当该能量用于内部时 该能量就等同于人格守什么的内部能量 但同样的守恒能量 当用于它的外部能量时 就等同于该外部能量 所有的能量 内在的 外在的和边缘的 都是从至高无上的上帝那里散发出来的 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行动 以证明统一中的多样性 统一是主 能量代表多样性 主是如此强大 以至于他仅凭着他甜蜜的意志 就可以做任何事情 如上所述 一切都是它的能量 以自然的方式完成的 具有充分的知识和完全的完美 这是我们从维达文献中得到的信息 内部能量和边际能量的质量相同 但外部能量的质量较差 这就是我们从博家饭歌中得到的信息 因为生物体被归类为边缘能量 与内气品质相同 所以它与内气配合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当生物体更愿意与外部能量合作时 它就会陷入困境 通过称为Pratira转移的过程 与家将我们的能量从外部转移到内部 我们感官的能量是用来转移的 而不是停止的 感官要被净化 以便他们为至尊主服务 而不是扰乱它安定的和谐 整个宇宙的和谐是至尊意志所决定的事实 因此 我们必须在宇宙情境的每一个行动中找到最高意志 这是埃索帕尼萨德的指示 人类的生命是理解这种宇宙和谐的机会 因此我们保存的能量 就像稻田里保存的水一样 必须仅用于此目的 由于秋天没有机会从天上下遇 所以如果我们把保存的能量用于感官享受 我们将不会立即有机会再次获得人体 感官对至尊主的服务有其用处 如果运用得当 他们可以通过在至尊主本人面前 直接参与服务而达到最高的完美 当生物体如此返回家园 回到守神并从事对至尊主的个人服务时 据说他已经达到了最高的完美 这在博家梵歌中得到了证实 课文3939 在秋天 白天和黑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白天太阳的酷热让人难以忍受 但晚上的月光却无比舒缓和清爽 同样 圣主魁师那也在安慰 牧牛姑娘和幻觉中的凡人 他们接受身体为灵魂 只要众生在幻觉中接受身体 或心灵为灵魂 他就会永远不快乐 就像一个人在炎热的秋天一样 但当同一个生物体成为人格守神 圣主魁师那的奉献者时 他立刻过着舒缓的生活 仿佛在秋天凉爽的月光下 圣主魁师那如此仁慈 他降临世间拯救受苦受难的人类 并怀着强烈的愿望宣讲博家梵歌 希望所有众生放弃所有的义务 脱避于他的莲花族 这是所有启示经文中最机密的部分 这里给出了不如阿加不米 温达文牧牛姑娘的少女们的例子 因为当主魁师那因在森林里放牛而缺席时 这些至尊主的永恒配偶们 遭受了与主魁师那的分离之苦 魁师那不在的时候 牧牛姑娘们会觉得一整天 就像秋天的炎热天气一样难以忍受 主非常欣赏牧牛姑娘的这种自然感情 以至于他宣称自己无法报答他们强烈的爱 主柴坦尼亚推荐 牧牛姑娘的情感 作为可以献给至尊主的最高崇拜方式 结论是 经常练习巴克体渔家将带领奉献者 进入对至尊主强烈的爱的境界 这是受条件限制的灵魂 重新进入神国度极乐永生的唯一资格 句号 物质存在的三重苦难会因 对上帝的强烈爱而立即消除 这是培养人类精神的最终目标 文本四十四十 在晴朗的秋天天空中 闪烁的星星显得越来越亮 就像超验主义者对沸陀经目的的清晰愿景一样 据说 如果一个人不仅是至尊主的真诚奉献者 而且也是灵性导师的真诚仆人 那么维达靖的重要性就会变得清晰 灵性导师知道维达靖的目的 亲自实践它 并教导弟子维达靖的真光 至高灵性导师圣奎施纳勋觉 在博家梵歌十五点一六的以下 诗节中教导我们沸陀靖的重要性 主说 维达靖中提到有两种生物 称为一犯错误者和绝对正确者 那些被物质束缚的众生都是容易犯错的 而那些不受制约 永远处于灵性领域的众生 则被称为Akura 即无物的 主接着说 除了这两个世界之外 还有最伟大的活着的人格 主本人 他进入了这些世界并维持着他们 博家梵歌原以十五点一七 因为我圣魁师那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是超然的 甚至对那些无物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所以在所有废陀靖和历史 网世书 摩赫婆罗多 罗摩掩那等中 我被称为绝对至尊人格守神 博家梵歌十五点一七至 eighteen圣典 博家瓦谈对废陀靖的重要性进行了更明确的解释 维达文献的结论是 圣主魁师那是原始之主 也是万音之音 他拥有永恒的双臂形态 如下马孙达拉塞尔玛桑德罗 其特征与最美丽的年轻人完全相同 这就是《废陀经》中关于上帝的总结和实质 上帝是独一的 但生物体 包括解脱者和受制约者 是多种多样的 并且有许多不同等级的地位 生物体永远无法与上帝平等 但作为至尊主的一部分 他们永远是他的仆人 只要生物体处于作为他的仆人的正常状态 他们就会幸福 否则他们总是不高兴 这就是维达的结论 证文4141 在秋天晴朗的天空中 美丽的月亮在美丽的星星中 成为所有人目光的焦点 正如主圣魁师那是维斯尼王朝 或鸭杜家族的中心人物一样 人格守神圣魁师那出现在鸭杜家族中 从此鸭杜王朝就如秋月般明亮 主的出现和消失 类似于太阳的出现和消失 太阳首先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 但这并不意味着太阳是那一边的儿子 太阳固定在自己的轨道上 既不升起也不落下 但因为我们首先在东方地平线上看到他 所以我们可以说太阳是从那一边升起的 同样 神在某个特定家庭中的出现 并不意味着他受到对该家庭的义务的限制 他是完全独立的 可以出现也可以消失 无处不在 因为他无所不在 智力较低的人无法适应至尊主 作为化身的出现和消失 但没有合理的推理来支持这些不信者 如果上帝是无所不在的 就像电力一样 他就可以在他的创造物中的任何地方显现自己 当他在里面时 我们看不到他 但当他在外面时 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他 尽管很少有人认识他的本来面目 每个人每天都会看到太阳 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知道太阳到底是什么 同样 当五千年前圣主魁师那出现时 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什么 任何认识他本来面目的人都会立刻获得解脱 当离开这个身体时 这样的认识者就会回到守神 永远不会回到这个充满多重痛苦的宇宙 在博家梵歌4.9中 主确认了这一点如下 我的出生和活动都是超然的 真正了解他们的人 不会受到另一个物质身体的制约 而是会回到我的住处 那里没有生和死 但有些愚昧的人却以为他是一个普通人 不知道他超然面貌的本质 主在博家梵歌9.11中肯定了这一点 当我以人类的形式降临时 愚人嘲笑我 他们不知道我的超然本性和我对万物的至高统治权 博家梵歌原以9.11正文 4242 秋天的夜晚 气氛疑人 因为既不太热 也不太冷 温和的风吹过温达文水果和鲜花的花园 这对所有人来说似乎都非常令人愉悦 除了牧牛姑娘之外 他们总是因魁师那不在而感到由衷的悲伤 对于那些从事敬拜主的人来说 有两种超然的感觉 一种称为暴嘎三托格 另一种称为维拉哈维拉哈 据弟子界权威人士称 维拉哈崇拜比暴长崇拜更容易接受 三托格是在直接接触中发生的 而维拉哈则是在没有这种直接接触的情况下发生的 主柴坦亚 马哈帕布教导我们接受维拉哈崇拜 在目前的情况下 我们无法直接接触人格守神 但如果我们实行维拉哈崇拜方式 我们就能超然的认识道主的临在比在主面前更充满爱意 没有对守神的爱 即使是直接接触也是没有意义的 在至尊主临在期间 有成千上万的人 但因为他们不爱守神 所以他们很难认识人格守神 施瑞魁师那 因此 我们必须首先通过遵守规定的规则 并跟随那些真正热爱守神的权威的脚步 来激活我们潜伏的对守神的爱 牧牛姑娘是对守神这种纯粹之爱的最高典范 主柴坦尼亚在觉悟的终极阶段 以牧牛姑娘的心情展现了维拉哈崇拜 世间也有这种维拉哈的影子 一位慈爱的妻子 丈夫或朋友可能会因心爱之人的缺席而感到愤怒一段时间 然而 这种心态并不是永久的 相爱的丈夫或妻子会对另一个人产生好感 并忘记过去的一切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物质世界中的这种关系并不存在 然而 精神状况却完全不同 一个真正爱什么的人永远不会忘记他 即使用一切来交换 至尊主的奉献者在没有至尊主的情况下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快乐 在至尊主不在的情况下 奉献者通过记住至尊主的分离来与他交往 而且由于至尊主是绝对的 奉献者的分离敢比直接接触更超然的令人愉悦 只有当我们对他产生真正的爱时 这才有可能 在这种状态下 奉献者总是通过分离敢与至尊主在一起 这种分离敢在适当的情况下 会变得更加尖锐和难以忍受 何旭的风提醒牧牛姑娘与至尊主的交往 他们强烈的感到与至尊主的分离 正文四十三四十三 秋季 白鸟 兽 人都性欲旺盛 牛 鹿 雄鸟 人等雄性生物强行使雌性怀孕 为至尊主做奉爱服务的结果也会发生类似的受孕 对至尊主的奉献服务永远不会徒劳 在适当的时刻 一个人特定的奉爱服务的结果就会到来 即使一个人并没有渴望他 纯粹的奉献者不希望至尊主以任何回报来换取他们的服务 他们不与主进行生意往来 但主会自动满足奉献者的所有愿望 就物质繁荣而言 至尊主的奉献者似乎变得 越来越贫穷 但事实上他并非如此 典型的例子就是潘达瓦派 以尤帝斯提尔国王为首的五兄弟 因以杜尤丹为首的表兄弟的阴谋 而经历了种种困难 但从长远来看 尤帝斯提尔国王被圣主克里希那加冕 他的敌人被击败了 尽管主魁师那一直是他们的伴侣 但由帝斯提尔国王从未因战胜他们的所有灾难 而感到不安 潘达瓦兄弟 除了为至尊主做奉爱服务外 从不向他祈求任何东西 到了适当的时候 一切都会有利于奉献者 因此奉献者应该以充沛的精力 耐力和信心来进行奉献服务 他应该履行预定的职责 他应该清心 他应该与奉献者一起服务 所有这六个项目将引导奉献者走向成功之路 人们不应该在从事奉爱服务时灰心丧气 失败可能不会造成损害 他们可能是成功的支柱 人必须对自觉灵魂所遵循的规范原则抱有良好的信心 并且不应怀疑这种奉献服务的最终结果 相反 一个人必须毫不犹豫地继续执行他所规定的职责 并且绝不应该受到不必要的交往的影响 我们不应该把回归守神视为一种玩物 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他 正如经文所吩咐的那样 对于严格的追随者来说 结果是确定的 确定的 时机成熟时 结果会自然而然地到来 杜如瓦 马哈如阿加去崇拜神 是为了获得一些东西 但当他真正接触神时 他并不想要从主那里得到任何东西 然而 至尊主却赐予了杜如瓦 马哈如阿加这两种好处 也就是说 至尊主满足了他的愿望 也赐予了他永恒的救赎 这就是我们从所有启示的经文中 学到的教训 全能的上帝会赏赐我们所渴望的结果 因此我们应该渴望永恒 幸福和充满知识的东西 在奉献服务中 我们不应该为暂时和无用的事情而努力 正文4444 秋天的时候 所有的水库都开满了荷花 还有一些类似于莲花 但属于不同类别的花 其中有一种花叫Qmuda 当太阳升起时 除了库穆达之外 所有的花都盛开得很美丽 同样 莲花般的人因负责任的国王的出现 而感到高兴 但像库穆达那样的人 不喜欢国王的存在 在这个卡利时代 人民想要自己的政府 因为国王已经腐败了 以前不是这样的 国王的儿子们在一位善良的 不如阿玛纳阿查尔亚的指导下接受训练 正如潘达瓦和考如阿瓦们 受到合格的不如阿玛纳教授 圣德罗纳查尔亚的指导一样 王子们在政治 经济 军事艺术 伦理道德 科学 尤其是对至尊主的奉献服务方面 接受严格的训练 只有经过如此良好的训练 王子们才能被允许登基 当这样的王子成为国王时 他也受到了善良不如阿玛纳的建议的指导 即使在中世纪 昌德拉吉多王也受到博学的 不如阿玛纳查纳基亚 潘迪塔的指导 在君主制国家 一个受过充分训练的人 有足够的能力单独处理国家事务 但在民主国家 没有人接受过像王子一样的 训练 相反 政治家是通过外交安排选举 担任负责的行政职务的 在民主国家 代替一位国王或最高行政长官的是 许多准国王、总统、部长、副部长、秘书、 助理秘书、私人秘书和副部长 有许多政党、政治的、社会的和社区的 并且有党边、党的突发奇想等等 但没有人受过足够的训练 来照顾被统治者的实际利益 在所谓的民主政府中 腐败现象比独裁或君主政体更为猖獗 那些想以人民公仆的名义 繁荣昌盛的人不希望有一个好国王来领导国家 他们就像库姆达花一样 不享受日出 酷义词的意思是坏 而麻的意思是快乐 那些想利用行政权力 谋取私利的人不喜欢有一个好国王的存在 尽管他们标榜民主 但他们自己却想当国王 因此 他们通过糟糕的宣传来争夺选票 并以有政治而无国王为乐 盗贼和土匪也不喜欢有一个好的国王在场 但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国王 作为国家元首才符合人民的利益 正文4545 新古物被收割并从稻田代回家后 人们开始在圣奎师那和巴拉代瓦主面前 在各地举行纳瓦那仪式 根据废陀文化 有学问的人认为所有天然产品 如粮食 水果 鲜花和牛奶 都是上帝赐予的 无论科学多么先进 没有人可以在人造工厂中制造这些东西 人们可以制备这种上帝赐予的食品 但他们无法制造天然成分 因此 当有灵性修养的人靠着主的恩典 获得足够的天然食物时 他们就会对主感到感激 举行纳瓦那仪式是承认上帝安赐的一种方式 新收集的古物首先由村民单独或集体 向至尊主供奉 无论哪种情况 村里的所有成员都会分享向至尊主供奉的帕萨达姆 这样的仪式使人们幸福 繁荣 我们应该永远承认什么的怜悯 我们不应该认为仅仅依靠拖拉机和化肥就能生产充足的粮食 这些只能作为这种生产的工具来帮助我们 没有主的许可 即使有卡车和化肥 也不可能有古物 当主魁师那和巴拉代瓦在场时 温达文的好人们意识到 由于主的临在 他们的粮食供应才充足 温达文的一些人民 包括主魁师那的父亲南达 马哈如阿加 常常举行祭祀来安抚天王因陀罗 因为他是雨水的掌管者 没有好玉 无骨就无法生产 所以人们要祭祀因陀罗 然而 圣克里希那勋爵停止了这个古老的仪式 并建议他的父亲向至尊主献上同样的祭品 他的目的是告诉我们 我们不需要满足负责宇宙事物各个部门的各个半神 我们需要让他们满意 相反 我们必须向至尊主献债 因为至尊主是主人 所有其他人都是他的仆人 著名的爱纳K仪式 特别是在温达文以及印度所有其他地方举行 就是由至尊主引入的 人们仍然沿着这条道路崇拜 哥瓦尔丹山 至尊主过去常常在那里以放牛为乐 人们也将吉里 哥瓦尔丹 是为与至尊主同等的崇拜者 因为至尊主和他的用具和消遣之间没有区别 正文4646 6 7 8 9 这四个月里被困在家里的商人 传教士 国王和学生开始流出并获得人生的成功 就像完美的灵魂一旦获得所需的身体一样 留下现在的那个 建议普通民众 尤其是商人 传教士 国王和学生 在雨季的四个月内不要离开家 这四个月被称为Termziah 对于每个人来说 遵守这段时间都有特定的规则 部分是为了健康 部分是为了精神实现 在此期间 商人不能自由做生意 像桑亚西这样虔诚的灵魂 不能自由的传播沸陀镜的教义 国王不能出去游览他们的国家 学生不能去他们的学校 学校都关闭了 但在Termziah时期之后 他们都获得了出去旅行各自职责的自由 通过这样做 他们可以达到他们想要的结果 同样地 除非一个人从目前的身体中获得自由 否则他无法达到苦行所期望的结果 练习各种于家有多种方法 可以在生活的各个领域获得不同的结果 并不是一切都一样 生命有多种 行星有多种 灵性领悟的成功也有多种 而这一切只有当我们完成了类似Termziah的生命阶段时才能实现 因此 认为我们可以用现在的身体去其他星球是一种愚蠢的想象 想要前往德瓦洛卡这个半神星球 就必须达到所需的资格 想要回到神国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想以更好的生活条件留在这个星球上 这也将取决于所需的成就 无论如何 这些成就都是在离开肉身之后就能实现的 商人 传教士 国王 学生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四个重要阶层 商人应该确保每个人都得到上帝赐予的食物的适当份额 桑亚西传教士应该挨家挨户的传播上帝一时的感觉 不是为了建造马塔和寺庙 而是为了启迪人们 国王应该走出家门亲眼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帕瑞克西特王在旅行时看到一个叫卡利的人试图杀死一头牛 因此国王立即惩罚了他 学生应该尽可能收集知识 这四个部分的共同工作是为了社会的普遍福祉 正文四十七四十七 从被称为KRISHNALOCA的超越中 散发出类似于彗星尾巴的光芒 此光辉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 深不可测 在这片光辉中 有无数的发光行星 每一颗都是自发光的 在某个地方 光辉的有限部分被物质能量覆盖 就像天空的一部分被云覆盖一样 在这个物质能量中 有无数的宇宙 每个宇宙中都有无数的物质星球 地球就是其中之一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球 在整个宇宙中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如上所述 克里希纳洛卡是人格守神 原始超越者的居所 克里希纳洛卡散发出的光芒是至尊主的个人光芒 全能的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能量 以各种形式和能量扩展自己 他的能量有多种形式 也有他本人的形式 他拥有无数的能量 因此他可以随心所欲的做任何事情 而且这些事情都会立即发生 而且非常完美 他的能量就像从火中散发出来的热和光 整个宇宙的显现只不过是他能量的扩展 能量是从他散发出来的 因此这些散发物既与他合一又不同于他 超越被比作牛奶 放摄物被比作酸奶 酸奶只不过是牛奶 但同时又不同于牛奶 酸奶是一种牛奶制剂 但不能代替牛奶 主有时也被比作一棵树 树的根是干 枝 枝 叶 果的因 但干不是果 果不是叶 叶也不是根 需要水时 必须浇在根部 而不是叶子上 把水浇在叶子上没有任何作用 但把水浇在根上就万能了 这就是精神文化哲学的本质 KRISHN ALOKA也称为GLOCA GVANAL 在这个GLOCA之下是HERI DEMAL MAHISA DEMAL和DVV DEMAL HERI VIU NREA是主的形式扩展 MAHIASIWA是主的形式能量扩展 DV是主的能量扩展 生物体也是至尊主的能量扩展 有两种不同的生物体 称为解脱灵魂和受制约灵魂 发光的行星被称为HERI DEMAL 在这些行星上 主要的神灵是哈日 而主要的神灵是解脱的灵魂 解脱灵魂的特征 与哈日的特征几乎相同 但哈日是主导者 而解脱灵魂是主导者 HERI DEMAL的无数行星 都由至尊主的不同形式的扩展所支配 并且都有不同的名称 物质能量中的宇宙被称为DVDEMAL 而DVDEMAL中的主神是维斯弩 他得到不如阿玛和希瓦的协助 DVDEMAL有三种模式控制 即善良 激情和愚昧 维斯弩是善良的化身 不如阿玛是激情的化身 希瓦是无知的化身 不如阿玛创造 维斯弩维护 而希瓦则毁灭物质创造 物质创造物根据至尊主的意志而产生 又根据至尊主的意志而毁灭 然而 尽管物质能量的宇宙 如此被创造和毁灭 哈里达玛中的行星却一直存在 那些希望享受 而不是服务的受制约生物体 在DVDEMAL中 获得了寻求解脱的机会 它们中的一些人进入 哈里达玛 一些人进入 Mahisa达玛 一些人留在 DVDEMAL内 Mahisa达玛 是哈里达玛 和DVDEMAL之间的边缘地方 想要融入超越存在的 非人格神主义者 被置于Mahisa达玛之中 那些想要留在物质宇宙的行星系统内的人 会在不同的行星上这样做 但那些想要走出物质能量的人 可以 进入哈里达玛 并前往那里的各个行星 或直接前往KRISHNALOCA 巴克提瑜伽体系使人有资格进入哈瑞达玛 思辨瑜伽体系使人有资格进入马赫萨达玛 业力瑜伽体系迫使人流 再得为达玛 并反复出生和出生 死后 根据它所造业的标准 改变它的物质覆盖 证文4848 月亮 或趁坎德拉洛卡 是半神人的四个重要居住地之一 马那萨湖的对面是须弥山 这座山的东侧是天神星Davatin 也是因陀罗居住的地方 南侧是称为萨亚玛尼 的星球 是亚马如阿加阿玛珠 居住的地方 西侧是名为尼姆洛卡尼 尼姆洛卡尼的星球 是控制风的半神瓦尤 VYU的住所 山的北侧是月亮 也被称为Vivor 所有这些不同的行星 都在我们星球所在的宇宙中 太物质主义的 人总是沉迷于感官享乐 这些人崇拜物质半神和女神 来满足他们的物质欲望 他们喜欢举行许多祭祀 来安抚各种半神人和天上的祖先 这些人会自动晋升到月球 在那里他们享受索马一种天界饮料 月球对于地球上的居民来说太冷了 因此想要带着地球上的身体 去那里的普通人 试图这样做是徒劳的 仅从远处看月亮并不能了解月球的真实情况 必须越过玛纳萨湖 再越过须弥山 才能追踪到月球的轨道 除此之外 任何普通人都不允许进入那个星球 即使是死后进入那里的人 也必须履行规定的职责 以满足皮塔斯和天神的要求 然而即使他们在月球上度过了一段 固定的生命周期后也会被送回地球 因此一时发达的人不会浪费时间去月球旅行 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 这些聪明人不会努力获得暂时的感官享受 相反他们将保存下来的能量用于精神修炼 他们旅行宗教职则是为了满足至尊主 而不是为了个人的感官享受 至尊主的这些杰出奉献者的标志是 他们不执着于物质享乐 知足常乐 内心纯洁 执着于奉爱服务 不受短暂事物的影响 没有虚假的自我 根据伟达训诫 这些伟大的人物最终会到达至尊人格守神统治的地方 那里没有死 没有生 没有老 没有疾病 在前往这些灵性行星的图中 这些人物会经过称为 Arsir Marga的太阳线 在图中他们可以看到这里 和精神世界之间的所有行星 这些人物质疑 这些人物质疑 这些人物质疑